大家好,今天是2月12日星期三 因为太多读者很心急想知道3918今届控股的业绩 所以我昨晚好事已经做完了 所以今天早一天订出来,免得读者就一直追着 另外今天美股我们就不说美股 我想回答某些读者的问题,否则就积压太久了 因为差不多都,现在一直排下去 有时都排到一个多两个星期后 我想回答某些读者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钻石狗组合做得好 今天升了109%,再升了 今年只是2020年都升了4% 我们的2月份的投资日誌和YouTube投资筆记 如果大家要付费的话,就可以开始付费 因为都已经去到12号 不要紧的,我们说了三分一都不够 今晚老规矩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网站里面 看回11月份的投资日誌 我今晚又会放多一篇下去 如果大家对付费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可以email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昌志今早就升了我做的时候,升了170多点 昌志做27,700 鑽石狗组合,就升了109% 但2020年就升了4% 金持股,这是一个参考组合,也是一个退休组合 今天就做好了,就升回3% 好,我们快点进去讲一讲 今届Nagra 2019年全年的业绩 很遗憾它是未公布一月份 中国的疫情对它有什么影响 很遗憾这个是未有数据 如果有数据的话,我觉得就会好很多 如果未有数据的话,我是会比较保守一点的 如果未有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在2019年如果对比2018年来说 它的博彩收入是17亿美元 我们全部讲美金 升了20% 顺利是5.21亿美元 就升了33% 大家不要看这个,看后面那个 后面那个会再清楚一点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19年和18年的对比 其实你可以看到平均上来说 我最主要focus on就是贵宾厅 你看到贵宾厅也是升了31% 那总博彩收入升了26% 那总博彩收入升了26% 20% 你看到它那些大众倒桌 就是老虎机等等都升得不错的 那可以说说2019年 相对于2018年可以说是全线上升的 那如果你这样计算下去的话 它的纯利率 它的纯利率是相当之高的 是达到30.6%的 纯利率是很高的 那有一些我就读给大家听了 它的销售成本是升了12% 那这个OK啦 因为它纯利升了三成 开支就升了8% 经营日利就是说 只是在赌这方面 其他那些投资收入不算的话 是升了36.6% 纯利就升了33% 纯利率在2019年就是30.6% 那旁边这个 你现在在营光幕看到这个 就是无利率来的 那我们不看无利率了 直接看纯利率 那每股盈利呢 就是美元0.12 那如果现在你除开它那个 就是PE 假设你要计算PE的话 如果你很喜欢计算PE的话 现在股价的PE大约是12.8%左右 就是它那个市盈率 那所以它一点都是不贵的 完全不贵的 那我们测试到它那个 这个现金存款就是3.26亿美元 那它的非流动负债呢 就是3.83亿 那什么都够了 因为非流动负债呢 加上利息呢 是分五年还的嘛 那它基本上 就是如果这样算下去呢 它接下来接下来年要还的债呢 应该是相当之小的 因为以这样算下去呢 它接下来年要还的债是只有1亿的 那它现金存款有3亿多 就什么都足够了 那因为25周年呢 因为是25周年呢 所以它2019年下半年的80%的纯利呢 都用来派息的 那它全年呢 总派息呢 就会是6.6港元 我不计美金 我计港元 那我昨晚已经计了 它那个股息率呢 是达到5.5%的 那是相当之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价呢 今天是12.2 那我们怎样去计它 它现在的股价合不合理呢 其实它的股价是合理的 因为它一年前呢 大约是9元左右 8.7元左右 它一年前的股价是8.7元 那你把8.7元乘回3成呢 那它的股价呢 应该是11.4元左右的 11.4元 那但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未来2020年的上半年呢 我相信 根据它的财务业绩的报道呢 2019年啊 头11个月到访柬埔寨的国际旅客量呢 就是由61万呢 跳了一倍去到13万 那柬埔寨呢 就有6100万人后 那但是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这个数字呢 我相信在2020年呢 最少在头那四个月呢 一定会急跌的 一定会急跌的 那所以呢 在2020年的增长呢 如果你计33%呢 是不合理的 因为来的人会少了嘛 因为中国有疫情嘛 那所以我相信呢 它应该是随意的 就是说它在2020年上半年的增长呢 可能只有十几个%而已 那就合理了 11个几 当你11个4 如果你增长12个%的话 就12个几 就是现在差不多了 就是现在差不多了 那还有哦 你不要忘记它会派6毫子息给你 6毫子息给你 那所以现在的12个1是合理的 你可不可以买入呢 可以买入 可以买入 不过一样东西 你要预 由现在2月到4月呢 它的股价都会硬了态的 直至到中国那个疫情呢 舒缓它才会好 我看过盘数完全没问题的 非常之好 非常之安全的 那它的独家经营权呢 就是大家知道 extend了10年 那就会去到 2045年的12月31日 就什么都够的了 还有25年 那它在2019年 有13万国际旅客里面 其实有77%都是中国来的 77% 那所以一样东西 但是最少我们只是听到一单 在柬埔寨有感染的例子 那所以呢 柬埔寨里面问题不大的 那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在上半年 这一年呢 头那三四个月呢 就是譬如说 由现在2月到4月呢 我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一句 它的增长是不会超过20%的 不要再拿去年那33% 硬搬下来 因为来的人会少了 跟着的人都一定会多的 因为那些厂都在那里 但是现在是有问题 那人都去不了 怎么赌呢 他人都去不了 没得赌的 对不对 所以 但是 Naga 3的资本开支 这些呢 就我不是太担心了 因为你现在看到那个数据都没什么大问题的 那所以大家 你如果在12元左右你想买入可以 或者你想用来收息 可以 因为六毫六指息 第一季息收了的 第二季息就是 四毫子左右 就是末期息是四毫子左右 那因为上一 就是2019年的第一季息已经排了 那所以今年的季息也是好的 差不多五厘半的 股息也是很高的 那所以大家就要 count这件事 就是你现在买入呢 我觉得没问题的 只不过一件事 你要收两三个月 所有数据OK的 完全没问题的 因为我主要是想看它的贵宾厅 你看到贵宾厅呢 都是增加了整三成 是OK的 好 讲一些美股的数据 那接着我们解答读者某一些问题 升过 那接着就 没有了反应 接着就没有了反应 那始终那个疫情对它是有影响的 道指就收29,276 差不多没有升跌的了 曾经破过顶 三大指数 但是后来都是回回 那么NASDAB呢 就是9638点 都是没有什么升跌的 那我们的美银 35万美金仓呢 就越做越好 那已经升了8个百分比 那基本上呢 只有Apple呢 你看到是只有1个百分比的 的升幅 为什么呢 因为Apple有 全球 如果我没记错 有15%的收入是来自中国的 那现在中国很多厂呢 是未可以复工的 或者是零件未齐全 那所以你看到Apple的升幅呢 是 那么多只 1,2,3,4,5,5 那里面是最低的 那所以大家可能要忍耐一下 但是都不错的 我们的组合完成了 就是一个多月 就升了8个百分比 好 那我们呢 就进去答一答 读者的问题了 那有读者呢 有三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呢 他说投资日志 有没有想过 由文字改为语音版呢 在我来说是没所谓的 那就是变成YouTube版 那大家 看看大家 那个 就是如果有订阅的读者 或者想订阅的 你们留一些意见给我了 那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我们 会在YouTube 投资筆记做YouTube版呢 就是因为想两个平衡一些 就是有一个有文字版 那有一个呢 就有YouTube版 那看一下大家的意见是怎样的 如果大家都觉得 就是 可以 那你叫我两个做完 我就一定没有时间的了 你就不要想了 你叫我两个做完 就一定没有时间的了 那大家看到 为什么我们维持 都是一两天出一条片呢 因为我要看很多资料的 就是我不和萧生 或者神区那些 那他只是说事事 但是 就是 财经你要看报告 看资料的嘛 你不可以 就是天才出来说 特别我们有一个组合 那组合我要跟读者交代 对不对 所以呢 就 两个做完就不可能了 那大家 就是给我一些意见 那如果大家认为 都是不要改了 文字版OK 那无所谓的 就是你们是我老闆 你决定 那另外第二条问题呢 就说 恒生匯丰领展 撩底好不好呢 那这个我们跟着说 那我先说第三个 他是内地人来的 那所以他问呢 内地的房地产 他说 资金土地人口 基本上 是不是应该看淡呢 那我们 比较详细 在这个画面里面 讲这个问题 大家明白 在过去 入了世贸之后 2002年到现在 其实中国是 就是你如果有 一路听我们的节目 都知道呢 为什么中美的贸易顺差 那么大呢 中美的贸易顺差 是5000亿美金 你想想这5000亿美金 国家是赚多少钱 赚4成 你都死了 赚4成是多少 一年就2000亿美金了 18年 天文数字来的 几万亿美金 那么 但是问题就是 这几万亿美金 为什么现在 走出来说不够 就是不够美金用呢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是政治问题 但是 内地的房地产是牵涉到政治的 就是很多钱呢 就是印了人民币出来 换了一些美金 美金呢 就是党某一些权贵 就回走了 离开了中国的 好了 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印金 因为党可以印无限的人民币 但是他不能够印美金 他不能够印英镑 好了 那这些人民币 如果这样印的话 就死硬了 因为你 物件又没有多到 就是 材料没有多到 但是钱多了 那就会有很多通胀 所以被迫 他要把那些钱 就倒进去房地产里面 一路去建楼 那把多余的钱 就把多余的钱 都移进去某一个地方 就是楼市 楼市 就像一个总楼一样 所以 内地某一些房价 在这十几年 是升了八倍的 八倍 而香港 只是升了四倍 三至四倍 最大的问题 一样东西就是 现在国内的楼 其实 够现在的人 三代用 够三代用 很多地方那些是鬼城 是完全没有人住的 所以你看到现在 即使 中美贸易战 加上 现在的 武汉肺炎 他都不让房子跌价 因为他一跌价的话 就惨了 一跌价的钱 就流出来 一跌价的钱 流出来的话 那就麻烦了 但是问题 就是说 一个供应 长期失衡的话 一定有事 和一样东西 你现在的人 是不生的 老人越来越多 过多十年的话 人口就会少 社会负担重 人口少 那又怎样 那楼的比例数就更多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我们分析过 很多次内房股 其实内房股大部分 它的资产和负债 是刚好 你想想一件事 以碧桂圆 以瓦居乐 为什么一个做了几十年 我们在912年 90年代 已经有瓦居乐 和碧桂圆 为什么一个这么大的企业 到现在的负债和资产 都是刚好 因为它借了太多债 它不断要借钱来买楼 而有些楼是卖不去的 这个和物馆股是不同的 物馆股是没有负债的 它是撤了出来的 所以问题就是 我不敢说房地产会大跌 因为有一个所谓的政治因素 令到它价格不下跌 但是问题就是 你如果把你的钱 倒入房地产的话 而你的房地产不下跌 但是一件事 你可能没有了份工 你明白不明白 你可能没有了份工 你的收入下跌 如果这样就很危险 大家明白吗 大家明白吗 即使房价不下跌 也好 即使房价不下跌 但是问题就是 房价不下跌 但是如果你的薪金下跌 一样钉 大家明白这个问题在哪里 你现在都没有工作了 那你怎么供楼呢 你不就是一样死 所以你说是否 就是 长期看空呢 基本上看空 我就觉得 中国的楼价要再升 是相当困难的 中国的楼价要再升 是相当困难的 现在最好就是 保存你的现金 可以的话 将现金 转换成一些 其实在国内都是不安全的 不过现在很难说 如果你没有预先 在最 就是最好的时间 将那些钱 转了出来的话 你现在想转出来 是很困难的 我说过 我有朋友 在11月 他想去瑞士 他换2万元美金 在工商银行 被人问了一个小时 因为他是外资 你想想 现在你很难 将那些钱转出去 但我觉得 如果现在 在国内 你真的 要买楼的话 你就要想过 量度过 虽然行政手段 的楼价 是不可以升 但是一样东西 你没有东西 做嘛 对不对 你的薪金一定会跌的 薪金一定会跌的 如果经历过 今次中美贸易战 和武汉肺炎 外国会对整个中国 是会更加小心的 因为原来你可以这样的 富舍康给你累死的 其实基本上 这样的话 你想想没有了外资 或者外资少了的情况之下 你想想那些人 那些工作 就是糖水滚糖乳 是吧 那些人民币 就更加不值钱 但是你要供楼又不变 你借贷又不变 那你就更加难 是吧 所以我不是很赞成 现在去国内买楼 其实这个是 是 无论在国内 和香港 我都是不赞成的 最少在 我说的 已经是一年前 最少在 未来这一年里面 我是 我说两至三年 我们差不多过了一年 未来这一年 我都不主张 看看国际形势 如何转 但是今次的疫情 对于全世界 看着中国 是一个很负面的 因为原来 我摆了所有东西 在这里 我是会死的 我是会大祸的 是不是 那更加加快 剩下的百分之十多的投资者 或者那些造厂 都走了 我告诉你 那中国就变成了 一个纯粹的消费市场 纯粹的金融 消费市场 不会靠你的劳工 这样的话 你想想 基层那些人 他造厂的 恒生 恒生有读者问 恒生好不好入 恒生现在是很低的 大家可以看到 恒生是很低的 差不多他有四利息 恒生是在香港 主要是做楼宇和借贷的 楼宇借贷外贸三样东西 如果楼宇香港低的话 他都会低的 所以大家看到 在过去那半年 他是由 二百一十几元 跌到一百五十几元最低 因为 就是 楼宇是会 你想想 你又不买楼 又不买楼 就是你不买楼 他没有钱赚的 他最主要是做楼案的 他是汇丰 恒生和中银 所以 你买恒生 如果现在买 你说 我相信差不多 见底了 见底了 大家可能先收着息 你要等多 我想 过完这个疫情 去到六七月 开始有人去买楼 之后 才会慢慢升 但不要紧要有息 还有我未见过 那么多年 我未见过恒生 那盘数是做得不好的 他可能 2019年 只是一个 单位数的增长 但是 我觉得 即使单位数的增长来说 他都是做得很excellent 我觉得 买恒生 是没问题的 但是 如果你现在买的话 你可能预守四五个月 你就当收息 你就当收息 没问题的 我一直都不主张买汇丰 大家可以看到 汇丰由零七年 一百五十元到现在 他都是得回那六十元 那就是说 其实是输了 那为什么汇丰在中间 你看到一百年那样的升 因为他回购 但是当他的业绩 没有起息的时候 你的业绩没有起息 那你一直用回购 回购完之后 没得回购了 就要派高息的话 那些盈利 剩下的那些盈利 就派了息 所以你看到股价图 就一直向下sir 我不建议别人买汇丰 如果你要买的话 你就买恒生 因为恒生在香港 盘数透明之余 恒生是做得 那么多年来 十几年 我都没见过盘数做得差 我都没见过盘数做得差 如果你说 2019年恒生有单位数的增长 已经是做得好 已经是 领展 那你见到 领展最近都跌的 那由九十几元跌下来 九十几元很明显是过高的 那他当时是回购的 现在领展有三厘六息 领展前日我看 他分开三折 香港呢 他仍然会占领展的七成 那有十个percent是中国 那有二十个percent是全世界 那你见到领展是很醒的 他是很醒目的 他现在呢 即刻呢 就停在中国呢 卖商业大厦的了 那现在呢 是谈在英国 谈在英国了 我就不讲住 因为呢 他暂时未confirm的 未公布详情的 现在讲一下英国 英国现在脱了欧之后的话呢 可能他已经见底了 所以我经常都说 领展的管理层是很聪明的 是很聪明的 七成在香港的话呢 我相信过了这个疫情之后呢 去到六七月的话呢 那租金呢 他可以继续上升 应该是没问题的 香港 即我说过很多次 公屋 居屋你都走不了 他家里租你就没他负 是吧 但是要过了这个contract 因为上 2019年的下半年 对他有很大影响的 过了这个疫情之后呢 如果他将中国的物业 停了他 然后去买英国的话 我赞成 因为英国见底了 是吧 英国见底了 已经最差了 所以我经常都觉得 他是很聪明的 那你说你买领展呢 我完全不反对 因为你见到 即使一样东西 现在收息也底了 差不多三厘六息 对不对 领展应该见底了 领展应该 经过去年反修例 很多香港的蓝筹股 公用股已经见底了 即人们不出街 和现在不出街 是一样的 是吧 即你反修例不出街 不去商场 那你现在不出街 不是一样 所以应该见底了 没问题的 除了零售股之外 即是除了零售股 珠宝股之外 这些我们买开的 已经见底了 所以你现在买的话 我绝对是赞成的 你可能要搜半年度 那你就当收息 是吧 你当收息没问题的 他差不多有三厘六息 好 那今天就 今届和读者问题 那我就回答了 那希望读者 就是满意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就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给我就OK了 那大家记住 如果你是订阅了投资日志 或者YouTube投资筆记 你四至七日收不到的话 那麻烦你就email给我了 因为有时候我真的留下了 钻石狗组合 那今天增值到这个 109% 我们的网址 那大家今晚 KickYouTube下面的link 进去看就可以了 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港股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 那我们有收费项目 和免费项目 免费项目 就是你现在听这个 香港财经R 美股财经R 和我们的投资日志 网字 那收费项目 就是投资日志 文字版 港股 YouTube投资筆记 美股、港股、YouTube版 投资日志150元一个月 YouTube投资筆记 120元一个月 收款银行 恒生 中银不变 恒生还有转数快 那如果大家在海外的话 你可以用PayPal账户付款 很简单的 你付了钱之后 在银行收条上面 写你的电邮地址 购买项目 拍照 share回去 hongkongfinanceout gmail.com 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就和大家 share到这里 大家有任何的留言 可以在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 email也可以 那我们跟着 星期五的地产小专家 再和大家见面 大家记得 小心抗疫 预备好口罩 和酒精初手疫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